今天帶大家來到三藩市市中心 Union Square 三藩市市中心究竟有多熱鬧呢? 一齊看看吧! 我們現在在Union Square 這裡吸引了很多當地人、旅客 每天來到這裡休息、休息、聊天 這裡好像有一個大公園 它周邊有幾個咖啡 為什麼這裡會這麼吸引旅客和當地人? 因為這裡四周圍都有很多百貨公司 可以逛街 之後有很多酒店、餐廳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中心點 所以來到三藩市必來的地方 剛剛走到Union Square 既然讓我發現了這麼大的中國牌面 我相信可能是Chang Town 就是這裡了 這裡三藩市唐人街 在北美洲最古老的唐人街 也是亞洲以外最大的華人社區 唐人街有很多 富有中國文化色彩的商店和餐廳 每年都吸引了很多遊客 數量超過金滿大橋 我們現在準備等丁丁車走到那裡 來了來了 上車了 這樣才能讓我學別人 上車了, 上車了 上車了 剛才大概坐了15分鐘的車程 就來到這裡 我身後這裡就是另一個總站 就是近這個海邊 我有一個工量給大家 因為很多人排隊 兩邊的總站都超級多人排隊 而我很聰明地在中途站跳上車 在跳上車就可以跳上所有隊 來吧